今天上榜的人物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今天将会提名希拉里为国务卿 将昔日竞争对手收为手下大将 希拉里克林顿的上榜理由是 今日将被奥巴马提名出任国务卿 本联社报道说 奥巴马今天会在芝加哥举行新闻发布会 提名希拉里为国务卿 奥巴马的顾问表示 奥巴马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有这种打算 在11月4号大选获胜一周之后 就邀请希拉里讨论这一问题 因为出任国务卿就必须放弃参议员职位 所以希拉里一开始犹豫不决 而奥巴马又承诺将赋予她充分的人事权 可以全权委任国务院官员 希拉里最终才打消顾虑决定出山 有意思的是 希拉里的形象在奥巴马的团队口中 已然改头画面 几个月前 两个人竞争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希拉里还被说成是 只会喝茶聊天的前第一夫人 而现在摇身一变 成了能干的首席外交官人选 美国媒体普遍评价说 奥巴马的这项人事任命 再次显示她用人的果断和聪明 首先 这将营造奥巴马全民总统的形象 并大大改善奥巴马和克林顿家族之间的关系 其次 奥巴马团队需要重要的女性格员 任命希拉里担任国务卿 既可以获得美国女性选民的支持 同时也可以媲美布什政府的赖斯国务卿 其三 任命希拉里等于是拉克林顿入伙 绝对有助于推动外交事务 有分析人士还指出 这里面还有奥巴马自己的小算盘 如果把结局野心的希拉里留在参议员 并让她成为多数党领袖 那将成为奥巴马推动内政的重大拦阻和噩梦 而一旦把希拉里推到国际舞台上 既获得重用昔日对手较量的声誉 又巧妙地把内政上一个重要的对手排除掉 又助于实现她的改革大击 祝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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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